ina.va 各位晚安,那你們,這一節雖然我估計很多看的人都是歐美時間看的 但是這一節會有特殊安排的 這一節我明天推推的時候 在香港時間11點 早上我會再在Facebook推一次Post 原因是因為這件事其實是涉及香港公眾的事情 本來這一節是想講保守黨大會 卓偉斯的演講 那一節我打算香港時間晚上 但是我估計是在英國時間晚上9點那節講 明早香港時間 我想早上那節就會有跟進 那接著就看看 因為明天就星期一 眾所周知的星期一我就 禮牌9點半到10點半這個時候 就看張寶華 你都知道 所以我就明天去看看這件事的安排 因為應該稍後會有爆料的 是立場新聞的 是爆了梁振英 如果爆了梁振英呢 那這個貪腐集團 真的可以結束了 這個立場新聞 這次做得好事 立場新聞呢 就跟國際調查記者同盟合作 就有一個叫做Pandora document 的調查記者 以往呢 這些就是香港人一我 但是因為這件事 你涉及董建華 那怎麼會香港人一會肯我 香港人一我 大家都不想 都信不過去 這次就立場新聞我 當然沒有辦法 因為沒有了蘋果之後 立場都要殺的 立場說真的 立場有時候都做好事 上次做BNO那一宗 我也說的 如果立場新聞肯爆 澳門人在英國是甚麼 我猜我對立場新聞的態度 應該會再friendly一些 我也是那句 但是這次是做得好事 至少這一節的Pandora document 這期的文件 就是發現全國政協副主席 前特首董建華和他的家族成員 涉及開72間離岸公司 其中一間是用來開設HSBC戶口 估計處理價值100萬美金的流動資產 100萬美金即是700幾萬港幣的流動資產 現在是流動資產 Pandora document顯示 董建華的小子董立新 透過一間Offshore Company 就準備開立Band of China的戶口 而董建華的小子董建成 涉及四間Offshore Company 持有銀行賬戶 應該有兩間 持有山頂和閃水灣兩道的豪宅物業 OK 這個國際調查記者同盟 就透過前任特首辦 向這個董建華查詢 他本人和家族涉及的離岸 公司Offshore 公司在那裡做什麼 和他的職務有沒有關 我回覆就是查詢和辦公室沒有關 所以就不應機 OK 這72間公司也是的 他卸任特首之後設立 根據Pandora document 初步看 就是其中一間代表 董建華和家族成員 財務管理公司 在2007年到2018年期間 和離岸公司註冊代理人 Trident Trust之間的 E-mail Registration document 以至相關離岸公司的董事和股東紀錄 立場新聞發現 董建華和他的家族成員 包括他的老婆董趙雄拼 大兒董鴨坤 小兒董鴨生 小兒董建成 小妹彭董小平 侄女周董鴨某和金昌寧 在1999年 1999年 他仍在特首期間 至2019年分別 至少72間離岸公司的股東或董事 其中24間和董建華家族的 航運巨企東方海外的業務有關 涉物文件也顯示 董建華以個人或公司名義 持有當中7間離岸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權 這7間公司都是2005年3月 董建華卸任特首期間開設 董建華和弟弟設立離岸公司 持有匯豐銀行 處理100萬美元的流動資產 當中董建華和董建成共同以公司名義 在2017年申請註冊文件 用來開納和持有匯豐銀行 處理價值100萬美元的流動資產 電郵紀錄顯示公司最終成功註冊 在其中一間離岸公司開納中國銀行戶口 這件事 董建成用離岸公司持有物業 這件事 這件事 非常黑暗 這件事 一開始已經不是好事 這件事 全部都不是好事 這件事 跟著 因為 董建 現在的問題就是 董建華在今年8月 是以首置身份 用1.6億買家衛員私助的低層物業 OK 這次洩物文件暫時未發現 董建華以離岸公司名義購買物業 好的 這件事 為什麼我說董建華涉嫌欺詐政府 為什麼我說得這麼嚴重 是 暫時未有董建華以離岸公司 名義購買物業 問題就是 董建華在1999年到2019年期間 究竟在這堆離岸公司裏面 即董事家族或者他本人擁有 有很多就是2005年擁有 即是他腳痛的時候做的 有多少是涉及行政長官的職務 有多少衝突的地方 如果他曾經在家族離岸公司持有物業 我想問為什麼他可以拿到首置的優惠 究竟他在離岸公司 就算他在家族離岸公司這麼多間 有些不是直接用董建華的名字 我想問有沒有當中有信託關係 可能信託關係是持有的 你這堆公司 你這堆公司 你董建華經常這麼多 offshore company 你避稅 走資 還是拿來什麼 收dele interest 這件事很 很離譜 在我眼中來說是很離譜 這件事 你董建華是有責任 劣清楚你所有這個 list 裡面 一堆離岸公司究竟是做什麼 這就是我想我們要重追彈打的問題 你這堆公司是不是用來走資 你身為副國級領導人走資 你這個該當何罪 這是第一 你這堆公司一起走資 對不對 你現在是副國級領導人 對不對 你副國級領導人為什麼要走資 我想習近平應該都很想知道 你身為副國級領導人為什麼要走資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你的首次當初報的事 有沒有報那些離岸公司的利益 給稅務處審核 為什麼稅局批拒 用1.6億你的首次優惠來買家衛員 對不對 喂大哥 你是不是首次 你應該是身家清白 現在不是 你這麼多離岸公司 那些離岸家族離岸公司 你會持有物業 我想問可不可以申請首次 我不知道 如果你是不可以申請首次 你曾經在家族的離岸公司 有價值或者直接持有的利益 那為什麼你家衛員 可以當首次來處理 有首次的待遇 為什麼 為什麼 我不明白 第三 你為什麼要放這麼多離岸公司 2005年 一腳痛就立即 做大量的離岸公司出來 你想賺什麼錢 我想問 你想擠什麼錢 我想問董先生 那些貪真貪真貪真 奇形怪狀的益,我想問,究竟你現在發生了什麼柴事啊,大豪 這件事我覺得大家要窮追猛交奧底,沒有理由這樣放過他,真的沒有point 一點point都沒有 這堆東西,董建華是要回答香港人的 甚至你要回答中國人,你為什麼身為富國級引導人,每天在那裡玩酒資,玩什麼柴事啊,我想問 我不知道啊,所以你說立場新聞那個,會不會最後爆梁振英大件事,如果有招惹國安警察呢,我告訴你 很肯定是,證明梁振英心有事,我很期待梁振英的文件 我看看梁振英那些文件能不能解答,這個UGL案的所有疑問 就是2017年,我在去德國之前,去東京法務局調查的事情 看看可不可以連最後的照片都在,因為查這件事的另一個人,林卓廷現在在監獄裏面 究竟有沒有可能另一個,同樣是富國級,中國領導人的梁振英的行為,暴露於公眾人面前 我現在很期待,我不知道有多少資料,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立場新聞會不會守得住,我也不知道 但這一次我覺得,大家值得去期待這件事 因為很離譜這件事,加了72間梁振英公司 我想問你做什麼,72間梁振英公司 我想知道現在什麼事,香港真是貪到的 你想到會貪的事情都貪了 你想一下,董建華這個人是多喪中天啊 那些人還說他很好人,現在就解釋了一件事 有一件事,就是在今年中共奪權週年紀錄的出儀式 董建華是沒有出席的,曾蔭權也出席的,曾蔭權兩夫妻 變成了整個儀式裏面,衣著唯一最正確的那個 但是你知道很多人都不想接近曾蔭權 曾蔭權真的在官式上要邀請他過來,因為他是前行政長官 沒有辦法,曾蔭權勤著唯一,始終是前行政長官 梁振英對他不死,梁振英對他不死 那又來了,梁振英對他不死 問題就是,好,當然我不知道 立場新聞可以捱到多久,我不知道 這次就是國安法之後第一次重大考驗 對爆料新聞這件事 我真的重大考驗,這一劑是 但是我想,現在你董建華這件事 如果他解釋不到的話,你可以想到一件事 董建華是之前收到ICIJ的 的enquiry 我想是因為董建華不出席的原因就是 因為他已經去到公開場合,他一定要問 立場新聞記者,你遇到立場新聞記者 駁咪,難道不回答嗎? 不回答就自動爆,自動飲爆 你不是說不回答的嗎?一定要回答的嗎? 你一回答,一駁咪,一回答 就馬上就現形,我告訴你 所以他就怎樣?公開場合不出現 你不用現形的嘛,公開場合不出現 他不用現形的嘛 是這件事嘛,阿哥 所以這次我就想知道有多少人 站在董建華那邊 或者好像劉政那些人 應該追眨的人就不追眨 抹黑人就認識 所以我要知道他老婆在警隊做什麼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他是幫警察做事的 現在就是怎樣? 你看到有些人的側面目 董建華就是一個混蛋 雖然在我眼中 董建華一吃都很混蛋 因為以前不會有建華之願 先說吧 建華之願的那件事 我有份 問題現在就明白 我想其實大家這一次要明白 就是香港的所謂 董建華到梁振英這個集團 都是貪腐到爆 不知道林鄭月娥有沒有這些離岸公司的事情 就是林兆波 這個人 或者他兩個兒子 在英國的兒子 究竟會扮演什麼角色 我現在不知道 因為林鄭月娥做發展局局長 有很多東西要處理的 你知道發展局局長是什麼來的嗎? 發展局局長 發展局局長是處理地皮的 你以香港的事情 一看就知道 任何人涉及地皮 都會變成另一個樣子 因為太多錢了 就是當你去到淺可耳目的時候 就什麼怪事都會發生 所以你問我 我怎麼看董建華這件事 現在香港我猜沒有其他媒體追的 香港 香港未必有其他媒體追的 香港沒有 立場新聞會追 所以就是立場新聞 我現在怕就是立場新聞 可能隨時 就是 除非他們有辦法 可能維持運作 令到梁振英有關的材料 能夠公諸於世 但是我覺得梁振英會洗還手 梁振英洗還手 都不是第一天的 我想這個 梁振英洗還手這件事很清楚 梁振英 梁振英一向都是這樣的 否則他當什麼港人港地 或者屈永賢那些 是什麼 生存來幹什麼 我想大家可以心照 為什麼一定要對 林卓廷很簡單 林卓廷追他九條街 UGL 所以說香港的法官都是混蛋 如果你說爭氣什麼人要扣押 是扣押梁振英 不是扣押林卓廷 因為林卓廷有什麼罪 我想問 有什麼罪 高奧 高奧我大學才認識他 他是我大學的Tutor 我讀正正是他挑戰 我想問林卓廷有什麼罪 請告訴我 但是我現在知道 梁振英就很有問題 所以我就希望 這件事我就覺得 立場隨時搞得不好 立場可能幾天內就被人搞定 被鄧炳強搞定 因為鄧炳強也不是尊重新聞自由 鄧炳強也不是尊重新聞自由 鄧炳強 鄧炳強是一個 這些 國之賊 這些是和坤 這些 和坤當愛國人士 這個就是 中國共產黨搞得香港黑白不分的地方 和坤就是愛國 怎樣 貪污就是愛國 青年就是叛國 這是什麼國家 我想問 都看得很清楚 這件事 所以我想 其實大家 怎樣 你可以看到 如果 之後香港還有沒有真正的新聞自由 很容易看 很快現形 這個 照妖鏡 這件事絕對是照妖鏡 01不敢做 你已經知道01班友是混蛋 01不用說 01 01算罷了於品海之外 就是一個混蛋 說實話 現在 很 清晰清晰的 這群 經常在香港都是不好的 賤人多 香港的賤人很多 董建華 就不是什麼好人 我可以說 任特首的人 經常說 東方進入的時候很屈 真任權是貪症 我說真任權才不貪啊 真任權是便宜的 真的 他這件事是便宜的 如果他真是貪的話 我猜那些離岸公司 一速爆響口 幾十間離岸公司 他是貪小便宜的 他跟大部分我們這些普通人 分別不是很大的 這個也是認真的 他只是一個很平凡的 一個公務員 一個打工仔 但是 他不是一個十惡不疑的人 不是 政治上都是很難看的 他不是一個十惡不疑的人 但是 我想 這個 梁振英跟董建華說不是 而且他這麼多利益 這次就看得出來 而且我相信 如果那些離岸公司的帳目 看得出來的話 分中那些錢果外 我告訴你更多東西 哪些富豪 是跟董建華有密切的錢 在往外關係 或者那些生意 那些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 我們現在就想知道 但是我們也可以這樣說 香港 英國有一幫貪腐夠 刺激的人 的手上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你問香港還有沒有前途 香港的公務員還未清廉 你說高層 當然是不清廉 肯定習近平 現在更差 你怎麼說 上世紀六十年代 英國管治之下 那些集體貪污案 告訴你 差很多 以前英治年代 最多是警察集體貪污 上面的人 還要守英國法 都還乾乾淨淨 現在 哈哈 由上到下 全部都貪 哭你啊 香港現在剩下一個特殼的 真是 爛到入心啊 以前我們都知道 爛到入心 你這一刻 我隔地台小巴 已經知道什麼叫爛 真是爛 陳奕迅那首歌 爛 真是爛 真是爛 真是那首歌 所以陳奕迅也爛了 現在真的爛到入心入肺 所以你說香港為什麼現在搞到這樣 所以他們死人都不肯搞民主化 你都明白 有民主有言論自由 這班人就躲著他們發財 那班人就是怎樣 當你們小市民是狗菜那樣發財 你現在明白為什麼我叫大家走 為什麼要給錢給這班人 給你狗菜 神經病 好了 今晚一至去到月一 我都天黑了 那麼 下一節就說英國保守黨聯會 是 香港時間清晨四點 英國時間大概九點左右